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一个障碍 是跨栏 我们在想我们买BNT的路上真正障碍是中国 可是怎么也没听过江启臣坑过哪一声呢 还有指挥中心他们也宣布说 BNT是让18到22岁预约可以优先来施打 但是蓝营就开始围攻了 18到22岁你凭什么来插队 很激动 不过我们先来看到这一篇 这个标题是这样 想说大学生没有列入优先师打BNT 蓝营不忍 那个蓝营是谁 就是叶玉兰 国民党列为叶玉兰他前几天 他的高见是这样 他说18岁以上这一些大学生也要疫苗 也就是说BNT不管开放谁先谁后 其实国民党他都是有意见的 还有我们看到国民党还在操作一块是 第二类高官跟百姓来抢疫苗的这一块 结果数字一摊开 国民党马民转倒灰 我们看到是中央官员造册 只有1710个人 地方官员的造册是28000多人 各县市的提报 地方官员当中我们看到人数最多的 有四个县市其实呢 就都是国民党执政的县市 那他们还要说什么呢 谁在抢疫苗 那今天我们看到CDC记者会已经开始了 我们来看现场的最新情况 医疗应变主的罗一军副组长 同时以及我也在会场上来回应各位 那首先呢 我们还是先请指挥官 跟大家说明一下我目前疫情的状况 以及工作的情形 好 各位记者女士先生 大家好 大家午安 那今天我们的确定病例是一例 那这一例是 他是一个解隔前的裁剪 那他确诊 那隔离期间没有跟其他人接触 所以没有匡列 接触者 那算今天这个 确定病例算相当的单纯 那境外遗弱有五例 死亡个案有一例 那 今天的本土病例是在台北市 那解隔的 总共有92.6% 92.6% 好 我们稍微有跟大家也报告 就是说 AZ疫苗 这个这是开放的 我们施打的时间 本来就是说我们新开放的 新开放的就是23到28岁 他本来就是预约时间一样 9月3号 10时到9月4号 18时 但因为我们本来说施打的时间是9月10号 9月9号跟9月10号 那有些地方政府也担心 就是说这样的时间太短 在施打的时候的安排恐怕不易 所以我们再延长两天 从9月9号施打到9月12号 所以这23号的28岁的 23岁到28岁的民众 在预约的时候除了9月10号 9月9号 9月10号以外 现在又增加两天 9月11号跟9月12号 那这样施打的时候就不会那样的人那么多 那因应整体来讲就是 我们的这次国际的航空 当然我们再把两个 这个国际航空的16066 当然在检查我们基因的定序 是Delta 是Delta的病毒株 那他的倒是他的一个其他周遭的一个 匡列的人员的采检 跟昨年跟大家报告过26例都是阴性的 然后这26例里面有12例列在居家 隔离 那14例列在自主健康管理 那因为在国外整体Delta病毒株 那非常的 就是 这样的比例越来越高 那对世界各国也都形成影响 那而且我们从进来的也好有很多的就是 Bless through就是打完完整的疫苗 仍然有染疫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 为了让整体的边境能够 守得更好 所以我们是宣布 从9月15号临时起 9月15号临时起 那国际航空机组人员返台的防疫措施 大概在长程的航班 分做两种 那第一种是未完整接种疫苗 就是没有接种疫苗或接种一剂 未满两周 那 这些人的未没有完整接种疫苗的 那就要 7天的居家检疫 然后加上7天的加强的自处健康管理 那中间当然进来也一样 跟说的也是一样先检验 那中间里面 7天要PCR 那第10天 第14天 第10天可以做生猴唾液 或者是我们标准的鼻音试指 那第14天 这两个都要做PCR 第10天跟第14天都要做PCR 那用生猴唾液或者鼻音试指的方式 然后有完整接种疫苗的 就是接种两剂满两周 加上抗体有阳性的 我们就是在要5天的居家检疫 然后居家检疫玩PCR 要采因那9天的加强制度健康管理 那在第9天跟第14天都要做PCR 这是在长城的 分做两种 一种是没有完整接种疫苗的 那就7加7 那要中间要采检3次 那就是7天 10天 14天 那另外一个是有完整接种两剂疫苗的 那也间隔了14天的 那要做5加9 那中间要采检也是一样是3次 那第5天 第9天跟第14天 都要做PCR的采检 那至于在短程航班的 就是当天 他往返 那没有进到第三地的 那就是在没有接种完整疫 完整疫苗的 我们就14天加强自主健康管理 那每7天 要PCR采因 那完整有接种疫苗的 那是7天自主健康管理 那也是一样每7天PCR要采因 大概有这样的一个 加强的一个 采检 跟居家检疫的方式 那9月15号临时请 就开始来做 那另外是有相关的是罗夫要做报告 另外是我们 这个今天在 新闻稿关于那个确定病例的 1234第6段这边有提到就是有一例 改判的病例 这个也是昨天有记者朋友有问到台北市的一个 这个美国回来的个案 他在这个解除拘检之后 那因为要回美国关系又再度去自费采检 所以验出阳性 那我们初判是用本土病例的方式来判定 不过后续他在目前抽血 血清的检验结果已经出来 是 Igm是阴性 Igg是阳性 然后另外他的 N抗体这个部分也是阳性 那加上就是说原来他有一个发病日 有这个发病的一些相关的症状 包括说喉咙有异物感有耳鸣等等 经过我们在跟他去就医的两家医院的主治医师都分别询问过 那也了解说他其实从去年的9月开始 就陆续都有相关的这些症状 间歇性会发生 所以 这边主治医师跟我们的表示都认为说是慢性的这些 这个耳鼻喉的症状 而不是这个急性COVID-19的感染所致 所以综合相关的症状 跟这个血清抗体的检验结果 我们跟卫生局这边综合研判为 就是属于非近期感染 所以改判为这个美国的境外移入 那他检验出来当时的这个CT值是36 所以也是符合这个已经是干一段时间以后出现 这样子就是会食阴食阳的一个状况 以上跟大家做补充的说明 好 谢谢 各位媒体大家好 那因为我们针对这个新的这个疫苗 加进我们国内的施打之后 那我们都会 针对前面的3万人加入 请他们加入我们的 V-Watch这个系统 这个主要就是 去用主动监测的方式来做这个常见症状的 一个通报 那所以 高端在 23号 23号到29号接种 那我们也很快的 因为年龄层可能比较低 所以很快我们就就有3万人 将近2万就是有2万9千人加入这个 这个通报 所以针对这个部分我们就拿来跟 AZ 打了两剂 还有Moderna也打了两剂 跟高端一剂的这个 症状7天7天之内常见症状的比较 那可以看在大家的左上方是AZ的第一剂 那右上方是AZ的第二剂 那AZ的话 他的前三个 比较常发生的是第一剂的部分是注射部位疼痛 大概60几百分比较疲倦 那疲倦50几百分比较肌肉痛大概40几百分 那AZ的第二剂的部分 就是 同样是注射部位疼痛大概40几百分 然后疲倦是20几百分 还有注射部位的肿胀大概10几百分 那大家可以看到前面他的 他是就是 每一个 比如说注射部位的疼痛 那后面有7条线 表示他从第一天到第7天之间的这个疼痛的分布 那可以看到他的从第一天的 症状比较严重 那再来是往下 那再来莫德纳的第一剂跟第二剂 中间的这两个蓝位 那可以看到这个 主要的症状 莫德纳第一剂的主要症状是注射部位疼痛 大概70几百分 那注射部位的肿胀三十几百分 然后疲倦也是三十几百分 那第二剂的部分 就变得比较 就是更高一点 疼痛的部分 注射部位疼痛大概80几百分 疲倦的部分也上升到70几百分 肌肉痛是60几百分 至于高端是最下面这个部分 那可以看到他的前三位的部分 注射部位疼痛是30几百分 疲倦是20几百分 那肌肉痛是10几百分 那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比较 那在针对这个接种7日内的一个生活影响的 比较部分 那AD的第一剂的部分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大概 就是无法工作的 就是第一个橘色的部分 就是无法工作 那大概是十几百分 那AD的第二剂就降低了 变成2% 那Moderna第一剂的话 无法工作比例是大概5点多percent 将近6% 但是第二剂的影响就比较高一点 大概是20几百分 那第二天也高到十几百分 那至于高端的第一剂的部分 他无法工作比例大概就是5%左右 所以大概从这几个 这几个让各位比较他们的这个 副作用 常见7天后接种的症状跟对生活影响的比较 那所以结论的部分 大致上就是 注射这个COVID-19疫苗后 那不论是全身或局部的不适 大概以 这个18岁到49岁的部分是比较容易发生 那这个刚刚 我没有秀 大概我们这个 在我们每天 每个礼拜三的那个slide上面有这个 这个部分 你们再参考 那另外就是我刚刚讲过的 就是全身不适的症状是以 疲倦 肌肉痛 头痛比较常发生 那局部不适的症状 是以注射不会疼痛 还有肿胀 接种后7日内 常见症状就趋向缓解 那发生比例是A例的第二剂 低于第一剂 但是Moderna的第二剂会高于第一剂 那无法工作的这些影响的部分 那可能发生于这个接种后前2日为主 那发生比例也可能跟接种疫苗类别 或是同一厂牌的这个 第一剂跟第二剂可能也都不一样 那这个就是提供给大家 说明 那再来就是 我们每个礼拜三也都会 做上传这个资料就是有关突破性感染的部分 那它的定义就是 我们在国内的疫苗接种后 完整的两剂 接种后14天 那也让我们的这个PCR确诊的这个 我们去勾串资料库所得到了一个结果 那如果不看是哪个疫苗的话 那目前就是 以看两剂接种后14天 就是目前有8例 这是以本土而言 那这如果我们要算 算说这个发生比例要怎么算呢 就是 8 因为他是要看8月15号接种后14天 8月15号就是总共到目前为止 接种14天 那这个时候总共有66万人 接种完成第二剂 所以如果要算这个 突破率的话 就是8除以66万1884 那另外我们要特别说明说 这边其实是有 有10例的部分 那有2例是属于境外移入 那所以我们没有把这个另外2例放到里面去 那我们这边主要就讲的是本土的部分 那罗浦那边讲的是境外移入 那就是避免这个重复 那这个经过定序之后 所有国内的部分都是属于Alpha的变异株 那另外1例是Delta变异株 是从日本境外移入 那因为我们有 至少还有分A粒跟Moderna 我们这一张是说明A粒的部分 那这8例主要 主要都是A粒的一个 一个 就是它的这个接种之后发生的 那所以它的资料也 资料的部分就是看说如果要算 它的这个突破的发生率的话 就是用8除以8月15号的接种人数 这是41400 今天看到CDC记者会呢 特别也整理了 就是打完疫苗之后 第二剂要14天之后 有一些相关的突破性感染 究竟数字是怎么样 它也整理出来 花了很多时间 很多的篇幅跟大家来解释 那今天呢 我们这个本土病例是1 然后它是有被匡列当中的 这个这个病例呢 是在台北市 不过我们来看 因为最近呢 开始打疫苗之后 我们看到是有关于疫苗的 非常多的讯息啦 但是其中有一个讯息 蛮有意思的 我们先看到 是在网路上有一个影片 我可能不是他们同温层 我没有收到 可是呢 我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 我有点吓一跳 有这么一回事吗 有没有这么一回事呢 我们看到是 说有一个这个大学生 打完高端之后 全身抽续送医 不好意思 跟你说这是假的 那有关于这个BNT疫苗的部分呢 传出说今天晚上 到明天的清晨 可能会到 那今天晚上的这个 因为delay嘛 所以时间点 应该是在明天清晨 会来到货 那再加上我们原本有高端 我们有AZ 有莫德纳 也就是说呢 我们目前台湾疫苗 凑齐了四大天王 我们一起来看 59.5万剂AZ疫苗 31号下午从泰国运抵台湾 隔一天就传出好消息 第一批辉瑞BNT 会在9月1号晚间 到9月2号清晨 抵达台湾 这批BNT对台湾来说 意义重大 卫福部长陈徐中 此季基金会 证实都会派人前往街机 不过台积电跟鸿海 都并未多做说明 目前台湾疫苗 有AZ 莫德纳 高端 再加上BNT 就凑齐四大天王 首批BNT疫苗 预估有90多万剂 不过检验试剂还没到 因此封间时间 可能会拉长14天 目前规划先提供给 12到17岁学生族群在校接种 只剩原本说 剩余数量会依接种顺序 和年龄层往下开放 指揮中心突然又改口 18到22岁 列第二优先施打 让不少民众不撒撒 专家也呼吁 轮到什么疫苗就先打为尿 有疫苗就先打的一个概念 这多元化的一个部分 由于在登记上的一个前后顺序 都会使得大家的一个登记 可能还是会受限 毕竟看看目前台湾疫苗 现货库存 除了BNT还有莫德纳接种资格 要第一季满10周 以及医护开放混打接种第二季 高端则是还没开放下一轮 不过AZ有143万剂 但是有要求 必须在7月19号登记预院时选AZ 还没接种的23岁到28岁民众 也就是7月19没预约 可能就没得打 顺其自然 有什么搭什么 不管是高端还是BNT还是AZ 我其实觉得有就可以打 专家也提醒年轻人 排水比较后面很难挑疫苗 因此能登记就登记 越快打到越有保护力 最重要 声音新闻的声音 有更多的疫苗来 我们当然是非常开心 但是有没有开心到这个程度 我们先看这一张照片 这个是对岸 东南卫视 他特别在微博上面 po出了一个有这样的影片的报导 他说台湾民众高举五星红旗 欢迎复辟泰 他说中国公司参与联合开发 当时有联合开发 是不是灌得太凶了 BNT疫苗即将要来到了台湾 那他就说 台湾民众集体欢呼 更有民众在疫苗即将到货之际 勾举五星红旗来庆祝 终于有复辟泰的疫苗可以打了 我请教于将军 真的有这么样的轰轰烈烈吗 欢声雷动集体来欢迎 而且欢迎的时候还要拿五星旗吗 我真的 表示中华民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如果在中共那个地方 拉起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旗 早就被马赛克了 我跟你讲全部马赛克 连你脸上要图一个那个中华民国国旗的那个贴纸 他都给你马赛克 我曾经有一次参加一个活动 我全脸贴的都是嘛 那个国旗的贴纸 最后我变成豆花了你知道 满脸都是马赛克 我心里想你这中国是干嘛 你不然就不要用我嘛 用我就全程来用嘛 为什么要全部打马赛克 那我们中华民国 我讲我们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你个人有什么意见出来表示 没有我没有意见 但是请问BNT到台湾来到底跟五星期有什么关系 那如果今天不小心来的是科兴或国药进来 那不得了 不是要举办大游行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中国对我们台湾统战一个最明显的方式 最好来进来科兴 再不行进国药 如果国药科兴都不要 至少弄个我代理的BNT 那这个BNT进来 我们还要谢谢你 你是阻挡BNT进来的最大这个原因之一 我还要谢谢你说你不阻挡我 你当时不阻挡我早就进来了嘛 如果你当时不阻挡我 我们当时五月份的整个疫苗危机不会这么严重 就是因为你阻挡了我们 让我们没有办法顺利的进口疫苗 BNT进不来 现在BNT我们透过了商业模式 透过了民间 透过了这个像鸿海啊 这个台积电 还有我们慈激的方式来取得 取得之后 我谢谢鸿海 我谢谢这个台积电 我谢谢慈激 我何必要谢谢中国 难道中国你没有出手挡我 我就要感谢你吗 就是说我今天没有出手来打你 让你这个疫苗顺利的到台湾来 我全人全民就要举武器 来感谢你谢祖隆恩吗 我觉得这些人是不是脑袋上出现了一点瑕疵 或是盲点 认贼作父 你谢错的人了吗 你何必要谢这种人 我讲 现在这个中国大陆还搞一个顺口六 我不知道知不知道 现在这个我们这种同温城里面 不是我的同温城 是红统派的同温城 我现在跟他已经是义温城了 因为他把我视为义教徒 对如果我是在他们一定被追赶喊打的一员 你应该不敢去了啦 最好不要去啦危险啦 我应该是回不去了 我应该回不去了 他们的抖音都已经疯狂在打我 全中国14亿人 大概有4亿人讨厌我 那剩下的10亿人是不认识我的 那我说这个状况 我讲他的顺口二怎么讲 他说在台湾这个地方 告诉你 高官都在云端上 活在云端上 然后叫百姓都去打高端 然后高官百姓 都把百姓摆在末端 都不理你 然后百姓都想打高官 他还搞个顺口六 你看真厉害 为了台湾的高端 还做个顺口六 然后还在同文城里 普遍的毛起来传 好像是说高官欺压百姓 百姓非打高端 然后百姓心中都有怨恨 因为我的权益都放在末端 那所有百姓心中 其实不想打高端 他只想打高官 这不是当时我骂克文哲的话吗 怎么跟我们剽窃过去了 对不对 百姓不想打疫苗 不是他不是想打克文哲 那把我们的专利剽窃过去了 把我们都超过去了 对要不要给我们一点 这个专利财产权 我觉得这些事情完全不同 而且大家知道 如果今天BNT真的是 中国有介入 有协助 有共同开发的话 为什么在中国没有要证 为什么中国不给他打 我就问你们这一点 你们这些官媒 你们这些对台统战的媒体 你只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如果BNT是中国跟德国合作 一起开发成功的 为什么在中国境内不打 为什么上海复兴代理了一亿剂 到现在为止 除了香港澳门台湾 没有人能买 不是不要买 是不能买 因为你要叫日本人承认说 我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才可以买 我才可以买BNT 日本有毛病吗 你叫新加坡承认 你叫马来西亚承认 然后干嘛要承认是你的一部分 所以你只能吃我们的豆腐 那现在我们买这个疫苗 也是因为不承认 我们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才会透过 鸿海台积电跟磁机来买 如果你当时不要打 你是一个坦荡荡的大国心态 没有关系 我只是要救全人类 不过你认不认同我的政治意图 我都让你来拿到疫苗 来解救你们全台湾人民的疫情 那你就是个大国吗 不是啊 要承认我先改成中国台湾 你要想要BNT 先承认中国台湾 你凡事都有政治前面的前提 你凡事都有政治的红利要拿 说句实话 台湾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国家 我们的人民虽然都不喜欢COVID-19 但是我们人民有权利选择 哪一种疫苗是打的权利 所以很多同路人就在那边讲 说没有啦 台湾没有自由啦 台湾没有选择疫苗的权利 那为什么我打的疫苗 跟惠真打的疫苗就不一样 我们俩就是不同的疫苗 都在台湾 难道我们是不同的生活世代吗 我们俩就选择了不同的疫苗 所以疫苗不是没有 是你挑种类 你不去打才会没有疫苗 所以很多人说 我今天也40岁 现在没有疫苗可以打 高端那时候不是叫你去报名 你不要啊 AZ叫你报名 你说AZ是什么 是这个什么死亡疫苗 害死人的疫苗 你也不打啊 非命符啊 AZ 那只有我们这种不怕死的去打 打完之后我们健康 你不健康你怪谁 所以我觉得 不是没有疫苗 是你挑疫苗 等到BNT来的时候 你再挑啊 你再挑啊 还有的人可以挑吗 BNT来的时候 不行这个BNT 听说打了又会怎么样 你再挑你就没有疫苗 你只有打科兴跟国药 那这个时候 对岸的国台办 可能会颁勋章给你 对岸的国台办 可能会请你过去 当所的统战代言人 说不定自飞 他们也是有意愿的 一直我们都没有听过的 这个中国的疫苗 所以后来比较晚一点上市 可是刚刚余将军讲的 这一个 他们的宣传的影片 其实对岸的网友 也是眼睛很雪亮的 他们发现说 你如果要演 也演认真一点 你要找那一些 他们的同路人 来当你演的话 你找更多嘛 你说集体 结果集体就是两个人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 拿一个什么样的看板 不要再自己骗自己了 可是你要看 因为这一次 我们看到BNT 他把这个岁数 除了说12到17岁 可以打之外 他还讲一个是说 18到22 这一个区间的年轻人 可以开打 然后有一些人崩溃了 尤其是蓝营的人 刚刚余将军也讲说 四十回一熊 你要打几乎都可以打 你可以选择 偏偏 他就是非什么不可 非什么不可 在那儿淡淡淡 等到现在 崩溃了 我们先看到这个是 辉文 陈辉文 他在这段节目 他说 怎么可以这样 朝令夕改 你突然开放这个 18到22岁 100万的年轻人 可以优先来打 为什么记者在现场 都没有人问 为什么改 你凭什么改 他还丢出一个笔 好像蛮激动的 你说改就改 把我们当傻子吗 那另外还看到的是 这个国民党的考机会的 主委叶庆元 他也是这样 他也突然之间 PO了一个文 他说我们40到49岁的青壮年 是不是 不是民政党的 所以这个顺序 就可以一再的延后 那我有一个疑问 因为包括罗志强 据说他是51岁 然后他说 我到现在 我第一季都排不到 奇怪的是 我们在场比他年轻的很多 对不对 对 我们资了 是怎么他资了 是怎么 来慧珍 当然最主要原因 就是他从头到尾 就是非 Biontech 就是复必太不打 从头到尾 就是他自己选疫苗不打 所以把自己拖到现在 那事实上我觉得 但他们一直在骂蓝银 蓝银一直在骂绿营 绿营说什么呢 说都是你们在造谣 说你们说是 这个富弊 Biontech是中国疫苗 赶快把刚刚东南的 那个卫视的 拿出来 他说什么 他说 中国公司参与联合开发的 BNT疫苗 即将到台湾 这个是上海复星宣布 将向台湾提供1500万剂 与德国BNT联合开发的 MRNA疫苗复必太 所以是你从头到尾 是你中国故意给人家洗精 只要是有稍微一点 长岁人都知道 这一款BNT162 B2这一款疫苗 是辉瑞 美国辉瑞公司 跟那个德国的BNT公司 一起合作开发的 你从头到尾 上海复星就是个代理商 上海复星有没有跟BNT合作 有 开发一个叫什么 BNT162 B1 但是不好意思 你的B1在第二期 就已经GG了 你从来没有到第三期 没有开发成作品 结果呢 他现在全部都 给你割到菜得了 现在 我跟你讲 这很厉害哦 他第一批 从德国运到香港的时候 他就已经移花接木 就把这一款疫苗 说成是他们自己跟德国的 那个BNT公司合作研发的 从头到尾都吃掉了 辉瑞这家公司 但是呢 到台湾之后 又只字不提 他们跟他研发两字 到了台湾之后 又说 这个完全又去掉 中国的一个色彩存在 那我们其实 我们疲良心想 这一款疫苗就是 目前为止 就是德国生产 德国包装 直送台湾 所以这一点上 我们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即使都已经要来台湾了 你东南卫视还要吃豆腐 你还要这边 富弊泰来台湾 是你们上海父亲 怎样 然后是你们上海父亲 跟人家合作开发的 然后最重要还提了一句说 什么台湾必定会父亲 你起来真的是莫名其妙 好 中国人莫名其妙 中国的卫视官媒 要这样搞 我们可以理解 你台湾的蓝媒 你跟人家在那边唱和什么东西啊 从头到尾 其实我跟你讲啊 你们从头到尾都只选这个 富弊泰 Biontech这个疫苗 我看也蛮难过的 怎么说呢 第一个 AZ要来的时候 你攻击人家说血栓 然后呢 结果现在莫德纳要来的时候 你又说是哪边生产的 里面有残杂 高端出来的时候 你又说高端保护力不好 那我想请问 如果这一款富弊泰 这一款Biontech疫苗 到台湾 如果有人打了不适症 如果有人打了有问题了 如果真的不幸 有人像国外一样 发生那种状况的时候 那请问你要说什么 难道你又说 哦 这个其实呢 这个都是个人的问题 你突然之间又恢复理性了吗 你突然之间又知道 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有其风险存在吗 十万分之一 万分之八 都是还有一个风险存在 更何况 Biontech这款疫苗 以色列是全世界打最多的 你知道最近出现了一个情况 我看到其实有点担心 以色列在 八月的时候公布一个东西 第一个 他们发现 Biontech这一款疫苗 打了之后 抗抵竟然是 每个月下降40%的速度 这么急速在下降 第二个 他们发现 即使你打了两剂的Biontech这个疫苗 你对Delta的病毒的保护力 竟然只剩下39% 所以现在以色列 包括他们的总理班奈特 他说什么 他说Biontech这一款疫苗 对于Delta病毒的保护力 出乎我们所料的差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告诉我们说 事实上 蓝营所吹捧的Biontech 世界第一好棒棒 神疫苗 神药 怕你怕你 又有三十分 没有什么 没煮 没什么 反正扯一大堆 那种乱七八糟 神化他 神化他 那你反而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完全失去了一个最基本的 科学的一个知识跟精神存在 现在包括以色列 你看以色列这两天更可怕的情况是 8月24号 单于确诊的人数来到1.2万人 1.2万人这个人数是比今年1月16号最高的1.19万人 还要高 所以现在以色列发现不对劲了 我们是毛起来全部孤注一直压Biontech 压Biontech 结果没有想到8月24号之后 他们确诊Biontech的人数竟然创下以往的新高 然后呢 虽然重症率有下降 但他们发现说这样的情况不对劲 所以他们现在有开始在想说 是不是要有其他的策略 日本也是过往也都是压住在Biontech的疫苗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考虑说 事实上Biontech的疫苗有点被过度神化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莫德纳现在已经推出了一个次世代的疫苗 所以现在我们台湾明年采购 就是莫德纳的次世代的疫苗 但是你知道吗 辉瑞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次世代疫苗 所以如果你明年买的3000万的辉瑞的疫苗 Biontech的疫苗 如果不是次世代的 那你对Delta病毒的防护力又在哪里 所以不是说怎么样的疫苗 人画多少我们就要跟 其实还是有一些数据 后面的这个背景需要去参考 不过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我们来看到的是 蓝英不是一直在炒作说 第二类高官怎么样 为什么跟老百姓来抢疫苗 可是你要看 当他们越炒作这个议题 我们把数字摊开来之后 整个脸就绿了 我们看到的是国民党脸绿了 来 废宏泰今天被问到相关的问题 又说你们不是在打这个议题吗 可是其实蓝英反而是人数灌水 碰风灌太多 他连奇怪的字都冒出来 所以这个标题上面只好说颇差 他说没关系 可以通通来公布 通通公布之后谁比较难看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来 其实我们说防疫的道路上 希望大家是团结一心 不要说意见专了了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蓝英真的是 A说东B说C 全部的意见 莫衷一事 没一个同样的 我们先看到的是 这次不是说BNT已经开始 8到22岁吗 他们之前是怎么讲的 现在在骂插队 但是之前叶玉然说 你要考虑一下 紧大紧专军校这些学生 他们也都要疫苗 然后之前立院党团 国民党立院党团也开过一个记者会 他说年轻人第一剂永远打不到 意思说应该要帮他们请命 包括新北市长侯友宜在8月19号 他就说 我跟你讲 年轻人真的等了很久 要赶快 但是他是还蛮中肯的 那我们看到是 这边的蓝营的人物 却在操作是 哦呦 像这样我英文都等不到 包括这个人 这个粉砖其实蛮好笑的 TW观察人 他说国民党很糗 怎么样呢 先看这一边 这边他把他打马赛克的 是某一个人的留言 然后他说 像我这样第一季都排不到 那我们看到的人来说 真的是何其讽刺啊 我想先讲一下啊 因为今天是开学日 今天应该有非常多的小朋友 都很开心 但是开学日同样的 也在这个立法院里面 也是开议的日子 但是我要奉劝 国民党的所有政治人物啊 你要懂得要诚实 再不然你问政 要懂得要找资料 不要说谎 说谎 找资料 这都是现在国民党 之所以会被台湾人民 给唾弃的一个最主要原因 因为你们不停地说谎 你们错的资料又不停地讲 我告诉你 连三岁的黄口小儿 都会笑你们这些国民党 不会找资料 然后说错了 也不肯道歉 然后不停地说谎 好我给各位看啊 刚才慧珍提到了说 以色列啊 以色列真的啊 因为这是 以色列这个国家 它在全球 我们都还没有买到疫苗的时候 它就用重金 也就是用超过市场的行情 它买了BNT的疫苗 那的确以色列曾经 它的疫情控制得很好 你看啊 这个在这边 我们现在看到 我手指的这个方向 这是大概在六月份的时候 它几乎它都没有确诊 因为六月份 大家还记得吧 那个是印度的Delta病毒 正在肆虐全球的一开始 因为它是四月的时候开始 可是以色列当时都没有 可是你看到 现在镜头来到了这边 以色列现在的情况 那数据就如同刚才 这个慧珍告诉大家的 是以色列发现说 它的这个半衰期非常快 大概没多久 它就会衰退四成左右 所以BNT 以色列是第一个国家开始打 那他也发现说 BNT的确是有它的极限 我在这边 我不是要畅衰BNT 任何的疫苗 只要国际上面认证 都是好疫苗 但我在这边也要提醒大家 任何一个疫苗 都是大家自己的选择 全世界没有像台湾一样 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自己的疫苗 我给各位看 这是网路上面 我看到有网友他们所做的 其他的国家可以选疫苗吗 跟你说 真不好意思 其他的国家没法都算了 因为英国呢 很抱歉 他们只能够打AZ 那包括了说 我们说我们有四大天王 我有AZ 莫德纳 BNT 还有高端可以选 所以他们通通都是AZ 几乎 因为这个大家知道 包括女皇 然后包括他们的首相强森 全部打的都是AZ疫苗 那AZ疫苗的确也是英国 这个牛津大学他们所生产的 所以英国打的是AZ 美国呢 他们自己百分之百 他们自己生产 那澳洲呢 没有办法选择 政府买什么 你就打什么 西班牙没办法选择 加拿大没办法选择 德国没办法选择 所以德国的总理 第一针打的是BNT 第二针 对不起 第一针打的是AZ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BNT 第二针他打的是莫德纳 法国没办法选择 中国呢 中国你不要 这个去蹭人家这个BNT啦 你不要在那边点小微啦 这个中国呢 你到现在 你只能够打你自己的国药科兴 还有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那个莫名其妙 那六支的这个中国的 什么制飞啊 国药科兴 那结果在国际上面认证 就是效果不好的 那几支的这个疫苗 这是中国人的这个宿命啦 那韩国呢 也没有办法选择 那日本也没有办法选择 只有我们台湾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勾选 我在这边也要提醒大家 因为BNT呢 大概明天早上可以到 可是呢 要提醒大家 因为BNT哦 我们现在虽然说 我给各位看哦 我们一些蓝营 不做功课 不担心 又没话 心 常常说白菜 这些政治人物呢 他们一直在讲说 大学生好可怜啊 不能够打疫苗 跟各位讲哦 高端我们打的是20岁以上 AZ打的是23岁以上 BNT如果明天早上来的话 我们在封肩过后 可能是在9月15号 我们打的是12岁到22岁 因为BNT是目前台湾 我们在EUA 唯一可以给青少年打的一支 然后莫德纳呢 我们现在是打65岁以上 这是指哦 这是大部分的民众 我们不是特别指 这个第一类的 这个意识人员 这一张图就是曾伟珍 那他所做的整理 非常清楚地告诉大家 只要你在这个年龄区块里面 只要你有去登记 你有去登记意愿的话 你都可以打得到 所以这顶哦 这些政治人物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话 最近还有国民党的 这些国民党的政治人物说 郭台铭说去订了 明年BNT的三千万计的合作权 好好好 你看果然 这些跟国民党相关的 这些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还要买菜 还要买 那德国今天 我们在中央社上面 看到一条消息 德国明年编列39亿欧元 大概和台币 一千三百亿的预算 购买 德国的人口是八千三百万 他们买了两亿四百万计 大概差不多一个人 可以打两计 那他们买的是什么呢 他们的确有买BNT 他们买了八千四百四十万计 听好哦 八千四百四十万计 莫德纳买了三千一百八十万 Johnson Johnson买了一千八百三十万 剩下来七千万计 他们准备要跟法国啊 美国啊 然后一起来买 人家德国到目前为止 他BNT 他的人口数 他也只有买 买差不多而已 他剩下来的另外一半 德国买了六种不同的疫苗 这叫什么 这个就是我刚才在讲 以色列的时候 为什么不要毒压一支疫苗 因为毒压一支疫苗的风险性太高 万一你独孤一味 如果是真的人家跟你说哈一下去 万一这支你如果惨陪的话 那就完蛋了 像以色列 我们真的是觉得很不幸的情况 所以德国现在 他一口气买了六支不同的疫苗 你实在是无畏心 还减着九位 说八千的这些 国民党的这些政治人物 你还要骗台湾人 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德国的例子 你现在还要怎么骗台湾人 真的无畏心的还有一个部分 谁跟老百姓抢疫苗 其实炒作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整理出来手板 就这样子八个 八个不同的人物 那最后怎么样的情况呢 不好意思要跟你说 第二类2.9万地方官员 光是四个蓝营执政的县市 就占了77% 我们休息一下稍微回来 有人在操作说 是谁这些第二类的高官 抢了老百姓的疫苗 有谁在操作呢 包括国民党主席江启成 他就讲说 这个祝德代表谢志伟 你民间买疫苗 你政府在抢功德 然后他还抛轰说 民进党碰轰 膨胀了第二类的 这一些高官的人员 那包括费洪泰 他今天被问到这个问题说 可是我们整理出来 这些数字 明明看起来 蓝营的这个县市 四个县市就占了77% 这个是一个史上最强违力标 你要骗人的时候 结果违力标 担着了 打到了自己人 然后他的回应还蛮呛的 他说不要泼什么东西 然后他说第二类已经快要30万了 不然你要公布 你全部公布 那如果公布的话 谁会比较难看 我们看到在这个议题上面 还有赵绍康 柯文哲 徐巧心 游淑慧 林奕华 以及国民党团开记者会 那可是这个很清楚 来请教朗东 很清楚的在这边 四个县市是哪四个呢 彰化 他给你开出来的人 是8238人 云林5499人 南投4710人 嘉义市3842人 不好意思 这都是蓝营执政的县市 他们本来要点的是说 绿营你这些第二类的高官 但没想到真的变成了回应标 又打到自己 朗东 没错 我刚刚那个表一弄出来之后 我突然间想通了一点 就是上面怎么没有朱立伦呢 这回应标可能是 个意将其成退入出去 就是要打这些蓝营县市 为什么 因为你党主席不支持我嘛 所以我就故意丢一个点 然后到时候打到你们自己 那你对问题在哪里呢 刚刚提到的是说第二类 蓝营他原本的说法是说 都是中央高官在打 结果花来线做中央官员 只有1000多个人 然后事实上 刚刚所列出来的 前面这个彰化就打8000多个人 然后云林的话 又打5000多个人 蓝头4000多个人 嘉义2842个人 那嘉义市好像很少对不对 但人口只有两倍的嘉义县 只打了150个官员而已 就是一蓝一绿 嘉义县是绿营执政 那嘉义市是蓝营执政 那绿营执政就是做乖乖牌 他认真 就是说你的名单上面是多少 是多少人官员 就多少官员去打 大家都是按规矩来 那蓝营就没有管你啊 你看云林张家也是一样啊 什么张家整个家族 莫名其妙的话就打完 接下来跑去他们家里面去打 那这些事情 你会反映到什么这个事情呢 那你就知道说 像是这几个县市里面 像云林跟南投 他不是之前就是要购买疫苗 那个四个县市吗 你一边那边讲说 这个台湾疫苗很缺 要靠我呢 去跟了这个上海复兴 靠我去跟外面去谈去买疫苗 然后另一方面私底下 就把了那个第二类的官员名单 一直在无限的扩充 不断的去打 然后其实这些私讯啊 指挥中心他一直都知道 那你知道为什么指挥中心 不会马上公布 因为他一直觉得是说 防疫优先 不要去做政治上面的话题 跟攻防炒作 那所以你的名单报上来 我基本上就是相信 你除非有人举报说 你这个根本就不是 在做这个工作 跟防疫无关的 不然指挥中心 他只是看到这数字 觉得怪怪的 为什么会有一些县市 都是会到8000人 会到5000人 正常县市 只有1000人 这是不到而已 那对指挥中心来说 他这么善良 或是这么认真做防疫 但对于蓝营的来讲的话 他根本就没有在管你 他就不断地去炒作这件事情 反正这个毁力标 射出去之后 射回到自己的县市 这也不关我事 因为这些县市 本来就装没事 现在国民党就这样 地方县市好像是说 这些中疆议题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装在旁边装没事 然后中央的这些人 包含是说江启臣 或是什么罗志强 赵少康 然后每天都不断地放炮打中央 然后地方县市的话 他们就在旁边 就隔岸关火 结果现在火烧自己身上 你就发现说蓝营执政的限制 就是特权保证 从特权施打疫苗 到这个特权第二名单 通通他们这些人 然后前面也提到是说 我们BNT这事情也很好笑 有些人就是觉得 非BNT不打 那你就是像是一个五岁小孩 一样躺在地上那边哭 我只要BNT 我只要BNT 我什么都不要 对于陈子中 整个指挥中心来讲 他们很像幼稚园园长 每天下午两点的时候 你就看到这个幼稚园园长 在跟一群小朋友解释一些 基本的这个原则跟道理 那事实上的话 莫德纳本来他的量就有限 所以如果你不是一二三类的话 你在六十五岁以下 本来就打不太到 但是如果你是愿意打AZ的话 都打得到 这些人的年纪都打得到 他们自己不打 挑商检四 甚至有些人打得到莫德纳 他也不要打 他就只要打BNT 那这个就到底是什么道理 那你独尊BNT的结果 就是你塑造一种虚假的恐慌 但是我相信这些人的智力现在是五岁 可是等到BNT开始施打了之后 突然间就变回五十岁 变回硕博士的这个等级了 就会开始很理性的跟你讲说 这个道不白 就是慢慢道的 不会一次到齐 然后又是说 施打下去之后 如果有人死亡的话 那其实没有因果关系 那跟疫苗没有关 BNT还是很好 他们突然间就恢复理性 背后的原因都是因为说 上海夫心有中国这层关系 所以BNT就被他们独尊 但我最后讲的结论就是 刚刚提到以色列 可是大家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以色列现在每七天平均的 每天确诊人数就七千八百人 这是平均 刚刚因为讲到是一个高点 是一万二 是每七天的平均 用七天去除的话 现在最新是七千八百人 确诊死亡人数是每天 二十三人的平均死亡人数 这意思是什么 就是疫苗防疫做最好的以色列 其实在整体防疫上面 比不上台湾的一个成效 因为台湾不只有疫苗政策 它还有隔离政策 有追踪政策 有一点串的匡列政策 那你对蓝营来讲 他觉得疫苗就一切 打了疫苗就好 那其实你就要打到像以色列这样 或者就像是美国这样 疫苗非常多 非常足够 那但是他们的确诊跟死亡人数 还是比台湾高 所以台湾整体的防疫绩效 你放在国际上面 还是一个顶尖的这个水平 这一点我相信 不管再怎么抹灰 对大部分人来讲 还是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晰 好我们休息一下 大家搞清楚一个 中央防疫人员 最后报上来是1710个人 可是你知道吗 原本他们匡列 大概是有3300多人 所以他没黑白白 他其实是非常精简的 想说他可能不是的人 就排除了 所以几乎只用了一半 那现在居然还要吵第二类高官 好意思吗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我们的国防部 110年中共军力报告书 是揭露说 对岸他们的电子战 的能力再提升 那面对他们这样 提供我们一些警讯 我们要怎么样来因应呢 蓝营的立委 陈以信说 哎呀你还要什么 源头打击 长城飞弹 这会造成台湾周边国家 甚至美国的疑虑 会吗 还有呢 国民党党主席说 国防预算 每年都在增加 但是他说 他看不出来增加预算的理由 是不是在自欺其人 五秒之后 对岸 感谢观看